觀眾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花蓮的富凱大飯店 您可以看到現在這棟建築物受到今天凌晨強震的影響 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傾斜 這也是為什麼有非常多怪手以及工程車輛 今天都馬不停蹄的在進行相關的搶救工作 他們要做的當務之急就是要進行填土的工作 一來是因為填好這些土之後 那就可以發揮一個緩衝的作用 那二來也是可以接下來做一個施工平台 那麼接下來他們建設出的計畫是 要把這個填土填到大概兩層樓高 這個飯店大概是七層樓高 那他們填到兩層樓高的位置之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去進一步的加固 進行一些鋼注的部分 那預計是會放上三隻到四隻的部分 那你可以聽到我們現場的聲音其實是非常的嘈雜 就是因為這些怪手他們都是不斷的進行這些填土工作 希望接下來能夠進行拆除作業 不過目前預計的話最快也是到明天的時候 才會開始進行相關的拆除工作 而且還有兩個變數是需要特別留意的 第一個是大家可能都還記得四月三號的時候 當時花蓮的強鎮造成了天王新大樓 也同樣出現了搶收工作 可是花蓮天王新大樓他旁邊的腹地 比起這邊來得更大 所以這邊的道路又比較狹窄 這邊離民宅又更近 所以這裡在進行這些拆除工作的時候 勢必都得更加的注意 這是第一個可能要留意的變數 第二個自然就是天氣的狀況了 如果接下來發佈大雨特報的話 建設處處長他們也說 一定會以所有的工程人員 他們的生命安全為最優先的考量 所以這時候如果發生了大雨特報 他們就會暫緩這些拆除工作 不過一旦真正進行了這些拆除工作 預計就會花上大概兩個星期的時間 所以建設處他們也說了 其實是希望現在這一條路上 中山路一百五十四號的民眾們 都能夠陸續的撤離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民眾 他們雖然是受到了凌晨的地震 感到非常的害怕 可是他們覺得就是目前 雖然沒有電力可以使用 但相信很快就會恢復 所以接下來呢 目前他們都還是待在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建設處會跟他們進行溝通 希望他們能夠陸陸續續的 先暫時撤離 以方便相關的拆除作業 不過啊 這一次的這個地震其實已經對這條路上 很多商家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 因為這條街可以說是花蓮這邊 非常熱鬧的熱區 生意非常的興隆 可是像我們就採訪到了一個花蓮署的販賣品 他的伴手裡的業者 他就跟我們透露了 其實四月三號的地震之後 他們的整個損失就已經高達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 那麼這一次呢 因為發生這個傾斜案件的飯店 就位在他們所營業的這條街上 目前整條路是封路的狀態 所以導致他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營業 估計在這兩個禮拜之內 可能又會讓他們形成一百萬元的損失 所以他們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夠提供一些經濟協助 讓他們能夠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那關於所有接下來最新的發展 我們也將持續的為您報導 稍後的時候建設處的處長也會出來 針對整個的相關計畫 進行更完整的說明 進行您持續鎖定華視新聞 以上最新先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主播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